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强大的敌人 绅士浩大的敌人 很多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得胜呢 约书亚基地十一章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这一章面对强大的敌人 是北方的联军 他们联合绅士浩大人数 不计其数来攻击 以色列人跟约书亚 这时候神向约书亚启示 神应许要把这群人 交在约书亚的手中 而约书亚选择 刚强壮胆其来迎敌 我们就看到神把得胜 赐给以色列人 不但得胜 而且大获全胜 夺取这些城市 把城市焚烧 特别下所这个大的城市 把它焚烧 我们透过地图来思想 以色列人战役的艰辛 我们看到 有敌人的北方联军的攻击 首先我们看到 有下所联合了旁边的 马顿 申伦 亚萨 亚拉巴旁边的部队 还有多尔山岗旁边的民族 还有米斯巴蒂 山地这些的人联合联军 特别提到了下所这个城市 是一个当时很大的城市 我们看到当神分发门把城灭掉的时候 约束亚没有把他保留下来成为自己的基地 没有保留下来而选择把他灭绝 然后这城市当中很多黑暗的 不对的东西 跟阴间挂钩的 跟偶像挂钩的 因此神吩咐他把他灭掉 这是我们看到 约束亚面对北方联军的得胜 得胜的关键是 耶和华对约束亚说 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明日这时 我必将他们交付里斯列人全然杀了 是的 面对很多的危机挑战 我们会害怕 但神答应我们 不要害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必然得胜有余 只愿我们遵行神的话 我们来祷告 绝绝我们谢谢您 让我们人生不要跟着环境走 跟着自己感觉走 让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 就经历到 耶稣为我们征战 得胜的恩典 谢谢主 祝我们到高峰 耶稣的名 阿们